OK 我们的歌第11期 舞组音乐人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五彩斑斓的舞台表演 其实我们的歌看到这里 观众也越来越不在乎分数 而是在乎能够听到一首 自己喜欢的好歌了 这期 大张伟汪素龙依然发挥着他们的脑洞大开 创意无限的特点 翻唱了范小轩的《我爱洗澡》 古临精怪的范小轩 她的爆红儿童歌曲很多 像健康歌 刷牙歌 还有这首《我爱洗澡》 《我爱洗澡》乐剧短 节奏轻快 四字拍 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学唱的 也容易流传开来 如今 大张伟和汪素龙把这首经典歌曲翻腾出来 让人再做了一回快乐的孩子 大张伟改编的《我爱洗澡》 的确在创意上花费了很多心思 比如两个人在大缸里躺着 坐起来开唱 比如一群人围着大缸转圈圈跳舞 渲染气氛 比如给在场歌手一人一把泡泡枪 让大家一起互动了起来 比如两个人都穿着睡衣登场 在氛围感的营造上做足了文章 因为这首《我爱洗澡》就必须欢乐 可爱 氛围满满 才能彰显出歌曲的意境来 只是做了这么多 分数还是不够理解 得到现场69票 大张伟也说 他们已经把输赢置之度外 而要的是可能性 可以在舞台上撒欢的玩 可以任性的选歌 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大张伟应该思考的一点是 这种单纯欢乐的歌作为非常放松的表达当然可以 很多人喜欢大张伟的歌也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生活压力大 苦难多 听手欢乐的歌的确很放松解压 可是我认为 艺术之所以高于生活 就是要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这个留白才是最珍贵的地方 范小轩当时发行这首歌 主要的目标人群就是孩子 这种没有留白的儿童歌 注定不会让这些成年人打出高分 同样 打造欢快轻快的歌 我欣赏邓紫棋的做法 那首超能力同样是一首又燃又炸又欢乐的歌 甚至很多舞蹈动作 大家都学了起来 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 但这首作品我欣赏的点在于歌词 非常值得人思考和回味 看似欢乐无限 实则内涵伤感 也应了那句 所有喜剧都是悲剧一种 单纯的快乐悲伤只有孩子 成人的世界所有的快乐悲伤都是相容共生 音乐作品也是一样的 往往内涵丰富的歌更容易打动人 因为它映照的是分繁复杂的生活 五味沉杂的情绪或情感 这几天同样在追中国潮音 当村长和张嘎从非常欢乐的作品 分数却不尽人意时 大张伟一脸的问号 为什么呀 他想不明白 这么欢乐这么带动气氛 音乐明明让大家都站起来跳起来了 其实 大张伟选择的作品没问题 欢乐的风格也是大家喜欢的 只要再多那么一点韵味 多出那么一点回味无穷来 可能就会很不一样了